这个动作是为了宣示主权中国最近打起媒体战 日前南韩部署美国高空防御系统萨德之后 大陆央视首度播出中国自行研发的反导系统成功拦截导弹的画面 当然这是有和美方较劲的意味 而选在这个时间点上播出颇有向美韩两国示警的意味 至于南海仲裁议题上 中国则续在纽约时报广场强力播放一支宣传中国拥有南海主权的广告 每天狂播至少120次 似乎是靠着长达广告来洗脑美国民众 2010年西北基地反导拦截实验成功 三年后第二度测试 两度测试成功展示世界军事最尖端的对抗型武器 而中国大陆是继美国之后 第二个拥有这种技术的国家 画面刻意带出基地里这句标语 让一切敌人在我们的胜利面前发抖 看来别有用心 而且明明是三到六年前的影片 却选在这个时候在大陆央视首次公开播放 外界认为这矛头根本就是对着美国和南韩而来 美国战区高空防御系统萨德 日前确定部署在南韩之后 引发中美韩区域关系紧张升温 而中韩两国外长也在东协会议坐上谈判桌 针对部署萨德的议题进行讨论 南韩外长表示 部署萨德是因为北韩威胁 希望大陆从根源上先协助解决北韩核武问题 因为萨德不只是对大陆的威胁 南韩民众也出现反对声浪 央视也派出记者采访报道明院四起的新州郡 更加大篇幅播出今年新成立的火箭军 如何执行防空反导任务 用媒体战宣传国防战略 用碧海蓝天的美丽画面 展现了南海诸岛的秀美风景 同时也是清晰讲述了中国最早发现 命名和开发利用南海诸岛 及相关海域的历史 另外这段三分十二秒的影片 则是大陆制作的南海主题影片 最近在美国纽约时报广场的电子看板狂播 一天至少播出120次 影片配上英文字幕 希望借此向世界说明 中国大陆对南海的主权立场 洗脑式的宣传手法 引发不小讨论 欢迎新闻众和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